它是一個回籤房 我們家的佈局其實它是全部改掉的 就是能打的牆全部打掉了 今年24歲,嘗試第一次獨居 臥室對我來說其實就是睡覺 像做飯也不是特別多 排在最前面的 充足的空間去幹一些比如說自己的愛好 所以公共區域就是想留得大一點 有點優雅,但是又就是有點那種野性感覺的家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第一感覺就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小房子 很高各方面壓得也比較低 整體戶型也奇奇怪怪的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小拐角 只留了承重牆和一些不能打掉的一些梁 相當於就是把原先的廚房整個拆掉 然後挪到了這邊 現在就是其實它幾乎不太占用空間 就是可能兩平米都不到的樣子 之前其實它採光非常不好 槍都打掉之後 其實相當於有幾個窗戶的利用率就大大提升了 我一下就通透了很多 這個房間就是一個暗房 所以設計師就是開了一個像太空倉一樣的窗戶 一個是透光,一個是透氣 如果說我最喜歡的一個角落的話 可能是餐廳區 當時設計師我記得畫了20多板 還不是30多板 吊頂我們吊了一個全部的鏡子頂 不管是學習,還是剪一些片子 或者說是做一些藝術創作 最開始唯一的需求就是 規劃出了一個大概5平米的小衣帽間 偶爾會做一些造型工作 我覺得每天分配一個時間區域來穿搭 對我來說是蠻重要的 家其實對我來說 我希望它又可以是非常安靜 讓我可以專注於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同時又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個地方 其實除了硬裝之外 幾乎所有東西都是我後來自己挑的 因為我當時一眼看中的這個沙發 就是薑黃色的 加上黃色和紫色這種強烈的對比 其他軟裝就是相當於 都跟著它們兩個顏色在走 我是一個極反主義者 後來就是越搭越狂野,越搭越野性 就是離設計師的效果圖就越來越遠了 小狗也是我搬到這個家剛開始養的 如果我全天都在家待著的話 可能要分出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給它 獨居狀態下的話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家人 和新的小夥伴一起生活 也是一種挑戰吧 一種全新的體驗吧 我其實是一個偶爾會小小的內耗的人 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 我在這個空間可以完成 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任何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是意義非常重大 交代